8天气温超过37度以上 接下来也会有更热的可能 在冷气房工作一整天 头痛疲惫的症状都渐渐出现 想在夏天消暑 中医师说量补比降温更有用 以仁森 麦门冬 五味子 这三种药材组成 就古代来说 这些都是宫廷常用的消暑名帖 点出补气良方 养生饮品也加入战局 小小一罐方便好攜带 但是要注意 夏天千万别只单喝仁森 其实加点冰糖和梨子一起熬煮 也能退火把气留住 才能真正补到身体里 三地新闻李瑞成 吴思瑶 台北报道